夏天就快要来了 结果津津部推出了新的限温令 要求餐厅业者的冷气 必须得限制在23度 违规的话最高要罚10万 赵少康就痛批这根本就是限电令 如果2025真的像绿营说的不缺电的话 你为什么连人家的冷气要开几度 你都要管电购的话 你为什么要规范呢 而这时候我们的大官宣任员竟然还呛说 立法院下面西郎孤陶楼无了 我们要请教立文 现在民众很可怜 要蛋没蛋 要电没电 那么这些官员怎么还敢这么嚣张 看看我们这些官员的嘴脸 1126民进党惨败 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 不是去年底的事 那民进党惨败 事实上罪魁祸首最重要的部会 不就是卫福部吗 因为卫福部三年的防疫 让他们从神坛摔下来 从一个没有人敢逆时钟 到变成仇恨值最高的一个部会 跟政治人物 那这中间卫福部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更不要讲陈时钟他去选举之后 薛瑞元接了以后 更是争议不断 发言屡屡突催 这也是我们蓝军的大功臣 所以当时薛瑞元 他这样子的一个嘴脸 在最后内阁改组的时候 他居然闻风不动 卫福部一个官员都没有换 好啦 就是把我们的民意当粪土嘛 那难怪薛瑞元讲话会这么夸张啊 会这么嚣张啊 今天台湾多小 现在是什么年代啊 他以为他不在立法院讲话 就没有人听到吗 他故意讲给立法委员听的嘛 这叫做什么 懦夫 No嘛 不敢在立法院跟立法委员 直接直求对决 只敢躲在背后 然后用这种什么西郎骨头 这是什么话 那今天请问一下 陈建仁立法院 陈建仁行政院院长 我们的新的隔魁 你要不要管管你的隔园啊 你的隔园就是可以这样子 公然的污蔑无惠吗 这就是你的温暖内阁吗 这就是你的坚韧内阁吗